最近混血的女孩很受欢迎我 之前飞公子写过《香奈儿》御用模特 除了她 还有马云爸爸的《弓手道理》的唯一女主 刘承宇 也很火 能称起这么独特造型 也多亏她独有的高级感 她是94年的混血儿 妈妈是中国人 爸爸是意大利人 从小就喜欢武术 还跆拳道飞带 在没成为演员之前 她是模特 拍任何风格的照片都特别好看 各种时尚杂志也喜欢找她拍封面 15年的时候 她参演了《卧虎藏龙2》 雪平 和第一部张子怡的那个角色有点像 眼神很特别 勾人 有秘密 所有的动作戏也都是自己上 招式动作那也是如行云流水般连贯 拍完这部戏之后 杨子琼特别喜欢她 还特地收了她做关门弟子 唐人街《探案2》里也有她 这次她是漂亮的锦花 最近还在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 马戏之王 长相国际 本身演技也不错 相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好的发展的 本来混血儿就天生的有种魅惑 漂亮的感觉 但也有的小姑娘长相一开始并不是特别明显 李世颖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姑娘 她是00后 还是个新二代 妈妈是德国人 爸爸是演员李重霄 李世颖从小生活在北京 还参加过汉子听写大会 成绩不错 也算是一个赢在起跑线上的白富美 那时她上初中 长相还不是特别的混血 但已经落落大方 不过现在她变成了这样 精致妆容的混血脸 不过也可能是人家长大了 是不是 说实话 成熟归成熟 也不太像17岁的小姑娘 但是是真的好看 而在大家都准备高考的时候 她选择做了平面模特 大概也是顶着新二代的头衔 再加上有辨识度的长相 在模特界的资源还是不错的 瑞丽就经常找她拍片 各种秀场也能看见她 还给Dior拍过视频 就是AB和赵丽颖都拍过的那一款 但是最近她有一张拍片引起争议了 网友都在说她模仿迪丽热巴 不过是轮廓有点像了 其他非公子没看出有什么样 人家也是大长腿的代表 现在签约封上国际 还成了AB的同门师妹 有什么活动 穿了一件撞衫的衣服 真的没什么 更何况人家都是和王文也一样 其美和鸭这样的白富美一起生活 生活起点简直不是好的一点半点 但非公子还要语重心长地说 想要走得更远还是要充实自己样 花一样的年纪 除了打扮的荷花一样美 还要把自己充实的如玉 一样经得起雕琢才可以 要是这朵花过早的谢了 可就不美了